距离曼谷仅一个小时车程,坐火车甚至只有15泰铢,就可以到达阿犹塔亚古城,俗称大城府。 曾经它是泰国的首都,但是在300年前被缅甸攻陷,一场七天七夜的大火将这个曾经繁荣了数百年的城市化为灰烬。 全盛时期,大城府是在国际上展有盛名的一座人口稠密的大都会,其进步程度甚至与当时的一些欧洲首都不相善想。 如今到处都是长垣断壁,我们也只能从残留的废墟中感受到大城府曾经的辉煌,随处可见在绿荫处显现的古迹与现代建筑相邻的古遗址。 虽然已是残言断壁,但那些宫殿的遗迹,辉煌依旧的佛像和细致的雕刻,仍然能让人感受到吊鼓海山的情绪。 我今天是早上凌晨三点的时候到了这个清雨,到了这个阿犹塔亚,也是我们中文叫做大城府的一个地方。 因为当时巴士到的时候,我的所有的拍摄设备,相机,手机,全部都没电了,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记录,而且那个时候也偏比较黑嘛,就是拍的话效果不是很理想。 之前一直担心我凌晨三点到,有没有车把我带到这个旅舍里面,当那个司机把我从车上发起来的时候,我一脸懵,就是完全是懵逼的。 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人啊,完全没有人,就是一个,嗯,类似于我们公交车站的一个地方。 嗯,然后呢,我尝试叫Prep,Prep就是一直输入不了我旅舍的地址,然后过来了一个摩托车,然后回来涨了价格,它一百泰铢,大概九公里,就把我送到了我的旅舍。 我之前也一直在担心,就是那么晚到旅舍,会不会有人接待?别把我关在外面,来了之后果然,它旅舍门是关着的,啊,里面一片漆黑,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旅舍,因为,嗯,我在国外是不太经常打电话给当地人的,因为语言不通嘛,啊,全程呢,我跟他交流都是用英文来交流的,然后他就一步步告诉我怎么开那个大门,怎么按那个密码,然后我的房卡,他放在哪里,嗯, 卫生间在哪里,所以也可以给他做个参考啊,如果你太晚到的话,也不要担心,这边的服务呢,都会比较好,我会帮你这个,把你的房卡预留在前台,到了这个旅舍,住着来了之后,我就直接去睡觉了,因为真的是太困太累了,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洗洗漱漱啊,开收拾啊自己,我到了这个,阿优塔亚这个地方,我个人啊,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离曼谷很近,大概就两个小时的, 巴士,或者两个小时的火车都能到,很多中国游客呢,就是过来一日游,就是当天在曼谷玩法,但是我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能够自作旅行的话,还是过来,住上那么两三天, 我感觉这里住的比曼谷要舒服很多,这又是曾经的泰国的第二王朝所在地,它有非常多深厚的历史理由,就是因为当时战争的原因,他们的很多佛像可能就被盗走了,被缠走了,甚至于有些地方,听说就是用镀金的一些佛像,金就被融化带走了, 轻松一点,你会不会这样做的,通过要求更多,但是你会不会再说明镀金的小时的程序, 你会不会再说明镀金的新鲜,就会不会再说明镀金的小时的历史, 就会不会再说明镀金的小时的历史, 你会不会再说明镀金的小时的历史, 非常的悠闲舒服 它比清脉就是更多的这种古迹寺庙 清脉比较多的就是那种金碧辉煌的 就是后来建的寺庙 这里就是因为大城府 它是泰国的第二大王朝 就是从宿可泰到大城 咱们好像是在一趟历史之旅 咱们先去了宿可泰 然后到了大城府 这边的古迹 它是遍布在整个城镇里面的 就散布的非常多非常多 而且是不用门票 你就可以去观赏的 但是古迹最重要的一处 就是马哈泰寺 然后估计它是需要门票的 我待会过去看一下 在整个城镇里面生活 你就好像生活在古迹里面一样 这里也是当地人旅行会来的地方 因为它毕竟也是泰国历史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今天吃饭的环境 对面就是著名的马哈泰寺 这个餐厅也推荐大家 就是价格稍微贵那么一丢丢 但是味道做的还是不错的 朋友们我终于还是受不了了 一到里面来了 里面有空调 朋友们我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他们餐才上来 东银公汤 就是这种 他们家的东银公汤 但是我以前吃过 后面我就念念不忘了 而且看一下这个虾多大 怀旧美食之旅 我是多么念旧啊 哇 这一个小时等的值得 双辣带劲 它属于那种味道不是特别酸 特别辣 但是呢 就是 东银公汤的味道特别浓 香 眼看着我的钱袋子越来越少 离于回国的时间就越来越近了 可乐加一份东银公汤的套餐 184台区 它是在泰国相位比较高的 因为它是正好法典的餐厅吧 泰国经历了三任王朝嘛 第一个是苏可泰 第二个是阿犹塔亚 第三个是托姆里 这个就是他们非常著名的一个寺庙 叫马哈泰斯 里面有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大树抱佛头 待会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有自行车专门的一个停车位 大家在进泰国寺庙的时候 左庄一定要注意 不能入肩膀 看到了吗 不能有太多暴露的 不能穿短裤 然后不能 看一下 不能踩踏这些历史遗迹 泰国人是十泰珠 然后外国人是五十泰珠 这可比咱们的景区相多了 在这里重点就是要看大树抱佛 这个有点歪啊 都快要倒的样子 这里我感觉比苏可泰更加壮观一点 各种知识 看一下这个马哈泰斯里面的佛像 它这里都被倒得差不多了 你们看一下 就是当时战争的时候被抢走了 基本上这里的佛像头都被砍掉了 非常的可惜啊 其实当时这边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 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后来有修复的 这一点就像吴歌窟那边 就是也是战争被毁了 然后一步一点一点的都在修复 不过我觉得像这样的残缺也是一种美啊 未必都要是完整的吧 这种残缺也能反映了 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 你们看地上的这一些 这些就是还没有被修复 也是无法被修复的 快接近大树报佛的位置了 就是这一棵神奇的树 然后好多人在这边拍照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马哈塔庙最最经典的 也是大城府最最经典的大树爆佛头 因为当时列强在抢夺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不小心遗落下了这一颗佛头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大树把这个佛头给它爆起来了 如果你要跟佛头合影的话 一定要注意你的头是不能高过这个佛头的 这边人太多了 我这边就简单的跟这个佛头合个影 这里就是最大的那个佛像已经修复了 但是这些小佛像都没有修复 哇 太震撼了 朋友们 但是震撼之余呢 又有点惋惜 你看这边 可以算是战争过后遗留下来的废墟古境 然后又重新修复了一下 但是呢 你来到这里啊 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 你就会深深地被这些古迹所震撼到 这个就是曾经的寺庙 没有被毁坏前的样子 在《佛锦》上一边的上海 或者是真的并不是人吗 在《佛锦》上一边的浮宫 在《佛锦》上一边的佛锦 水《总页集》上一边的浮宫 但是我最后也能看见的是 在《佛锦》上一边的浮宫 它是在《佛锦》上一边的浮宫 今天看到了25泰鱼的椰子 啊 会说中文 华语吗 不是 卡卡卡 中国人很美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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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睛 少了 对 他帮我把这个肉给刮下来 吃完啊 中邦 去了一个椰子之后 生清气爽 就是觉得除了天气热以外 这个地方真的是 是我待过泰国 最喜欢最舒服的一个地方 你想啊 你住在一个历史古迹里面 那种感觉 是一般不能够比的 你们看一下 阿犹塔亚 阿犹塔亚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就这么多寺庙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